诚实与贪心小朋友 从前有两个小朋友 一个诚实的 一个贪心的 有一天 诚实的小朋友不小心把贪 买菜机器人在买东西的途中不见了 他娃娃大哭起来 一个魔术师出现了 你为什么在哭 魔术师 魔术师 我不见了买菜的机器人 我帮你找找吧 然后魔术师叫你可小心了 帮助诚实的小朋友找他的机器人 不到五分钟 魔术师就拿起两个机器人 分别是可以陪他玩的和一个买菜的机器人 哪个是你的 可以陪我玩的机器人不是我的 你这是一个常识的人 我会把两个机器人都送给你 常识的小朋友听了之后 常识的小朋友听了之后感到非常高兴 主题后 常识的小朋友一五一十的告诉贪心的小朋友这件事情 他接着小朋友听了之后就想着一个办法 就是故意把大哭起来的机器人放出街 然后就跟魔术师说主菜的机器人是他的 一分钟后 一分钟后他已经跑到家里 他故意把他的机器人放出街 故意把他的机器人放出街 而且还露出很不开心的样子 他不停地呜呜呜哭 他不停地呜呜哭 我只是听不懂哭声 就立刻向前问 你为什么在哭 你为什么哭 我的机器人不见了 我帮你找找吧 你不用担心 数秒后 他便拿起三个机器人 就说 我手上有三个机器人 有银色的和几个宠物机器人 哪个是你的 主菜的机器人是我的 你是一个不诚实的人 最后连普通的机器人也不属于他 魔术师惩罚他 将机器人变大 拉拉拉拉拉拉拉 魔术师一直希望着 贪心的小朋友能知错 几天后 贪心的小朋友很想念他 几天后 贪心的小朋友很想念魔术师 并想跟魔术师说对不起 于是放学途中他走到小七边 喊 魔术师 魔术师 我很想找你啊 几秒后 魔术师终于出现了 你现在有什么对我说 对不起啊 魔术师 我以后也不再说谎了 魔术师听了之后感到非常安慰 因为他终于明白 做人一定要诚实 最后魔术师当然会把机器人 变回原本的营状 然后把机器人还给贪心的小朋友 通过这个故事 我们学习到大人处事 都要诚实 不应该说话 以获得利益 否则只会弄靠板桌